一部推动国立成功大学和南台南艺术大学合并案之后争议不断 南一大反对并校的学生今天下午在校园拉起了白布条 要求学校立刻召开并校与否意见收集会等多项诉求 那我们南一是以创作为主的艺术教育新大学 所以我们的很多很多成果 或者说我们的很多教学方式 其实并不适合用这样子很理性 而且量化的方式来做评鉴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子 当南一跟陈大并校之后 当我们很多的自由性 当我们的艺术创造的自由 还有我们在任何活动上的自由都会受到限制 反对并校的学生表示 以艺术创作为名的南一大戏所 如果并入理工学系为主的成大 戏所特色将会逐渐消失 坚决反对并校 而南一大校方下午正在开会 对于学生的诉求还没有正面回应